外手不斷清除柏油路面 好讓施工人員修復破損水管 台北市南京西路311號前 8號深夜11點半 出現長度約2公尺 寬度深度約1公尺的坑洞 原本以為搶修完成 沒想到10號凌晨再度出現大面積崩塌 嚇得住戶紛紛出來查看 對面已經弄了一整天弄好了 到昨天晚上大概11點 已經弄好了 那知道今天早上變成這邊了 所以你們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說房子怕的結構 對 怕把房子脫害房子的結構 馬路回田看是問題解決 但住戶擔心的還是房子結構問題 市長蔣萬安一大早就到現場成立指揮所 台北市土木結構技師 也架設房屋倒塌預警系統 維護周邊住戶安全 北市公務局研判是損壞的污水管線 因為鄰近淡水河畔 受潮汐變化影響導致止止水困難 才會讓路面不斷掏空 對周遭的市庫也請集中會 他們來進行監測 目前了解有六個人工監測 還有四個自動監測 不想這個部分目前全面僅弱 第二 因為現在已經是星期一早上 所以要確保相關的交通 有影響 市府強調目前已經找到污水管的漏水點 施工單位正在更換搶修 另外自來水和瓦斯管線 也要暫停供應 預計有上百戶受到影響 周邊交通則是暫時封閉 最快三天可以完成坑洞填補 開放單線通行 記者邱世民太被瘋了